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波籃球快訊 根據多名外國記者媒體報導 塞爾特仁內線普辛斯基因為觸步受傷的關係 將會缺席未來的拉脫維亞男子籃球而身賽 而他也尚未決定會否出戰今年世界杯的比賽 普辛斯基方面就表示了 我會與塞爾特仁以及拉脫維亞籃籃方面的人員 共同商議之後才再做出決定 在本屆的男子籃球世界杯 拉脫維亞、法國、加拿大、黎巴嫩 將會處於同一組作賽 上賽季,普辛斯基是NBA的常規賽 得分創造了他職業生涯的新高 長均可以得到23.2分、8.4個籃板以及2.7次助攻 我是Wally,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Wally,多謝大家收聽